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告诉你啊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咱们小区从今天开始禁止一切车辆进入 哎呦 我的天哪 这 这么严了呢 你不知道啊 就在刚才啊 隔壁的小区 一个车差点撞到一个女孩儿 还好没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这提醒了我们 所以啊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小区禁止一切车辆进入 一旦发现车辆进入啊 罚款你50元 没问题 来 提示标语一会贴上啊 贴到比较醒目的地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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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啊 我刚才说那句话是不是都记住了 都记住了 好 经理 非常好 一定看住啊 放心吧 绝对看住 非常好 我刚才就是想考验你一下 做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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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车呀 这就先停到这儿啊 哎 然后呢 我晚上下了班 我再过来去 行啊 太行啊 得回呀 进入度考验 是不是啊 你就这么认真地干 哎 以后工资还得涨 放心吧 田杰林 你长得没用呢了 嗯 啊 车开好就行了 好嘞 长得没用呢 是啥 经理真有劲 看着没 咱得贴上它 标语 是不是 保安 咱就得服从 你看看 哎 一切车辆禁止入内 什么叫执行能力 这就是执行能力啊 对不对 一切车辆禁止入内 朋友们 就但凡我有点脑子 我想一想 你这 它是什么意思 你得理解上去 一切车辆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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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 就是有个 你带骨肉的 你就进不去 对不对 哎 干完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妈 太厉害了 你走 你这车辆车辆车辆呢 都要啊 什么是我干飞的啊 说你干啥 挡着不让我进去啊 那个外面小哥我要给你解释清楚 我们小区新规定 看着没 一切车辆禁止入内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还有一条 如果你要进去了 我要是没看住啊 罚我50块钱呢 罚你50呢 嗯 破费了 行 我站着 站着 什么就破费了 不是你那老拦着我干啥呀 那我上午来 你那小区送外卖 还没有这个呢 这不刚贴的吗 刚下的令 一切车辆禁止入内吗 不是 那个 哎 哥 你这样 放我一马 我是保安 我不是放马的 你这 不是那我下回注意行不行 你这不让我进去吧 马哥 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 说错话来 你不能因为我长得像啥 你去叫我啥 我是 我是你脸哥 你这啥玩意都往自己身上揽上呢 行 不是那你关键我顾客点单了 你说我咋办 我怎么送啊 还有啊 啥叫一切车禁止入内 一切车禁止入内 这啥意思 理解能力差 是不是 说明啥呀 脑子不行 你看咱这理解能力 就说明一切车禁止入内 就是说带鼓的就不能往里进 因为咋 咋子 咋子呢 咋子呢 他能进不 那个 你要干啥去啊 我回家啊 回家呢 你这别回去了 啥的呢 这那个小区 一切车辆进入内 我这乡的 带狗了这就不行 这家就反应这小伙子 反应快呀这小伙子 来 你这么带你也学他 来 你给他捧起来 来 你往里走来 你要捧起来 我就让你进来 你走来来来 来 走 我也捧不动啊这 那你给我车咋整啊 小伙子 我是这个意思 实在不行呢 你把车停着 然后你人进去送不就完了吗 我车停着人进去 东西咋整啊 东西 那你就放着就 放着不丢了吗 丢了你就全抱着 那抱着我也拿不动啊 拿不动你就拿一个出来 拿一个那我的东西咋整啊 那你就把车抱着去 车我抱不动啊 你抱不动我就拿一个 拿一个我能拿得这么了吗 拿不动你就全抱走嘛 全抱走我抱不动啊 你抱不动你就拿一个 怎么拿一个呀 拿一个 这小子多吓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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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别动啊 这小子太吓人了 聊聊天还给我带进去了 啊 我跟你说 街坊里面就是观众都蒙了 其实台上怎么没有演员了呢 你再往里闯我告诉你 我可罚你五十块钱了啊 不是大哥你知道我给谁送不你罚我钱呢 给谁送也不好使 知道不 这就是我们物业的规定 不是 你信不信我跟你说完之后 你都能帮我送上去 哎呦我的妈你给我提人是不是啊 你提谁咋提谁好使啊 啥 我告诉你 这个 看着吗 啊 俺们经理的电动车 就让我给拦住了 自己走进去车停这了 提谁也不好使 不是 咋这么倔的啊 不是 你不知道在里边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啊 哥呀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在你这个小区里面啊 有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平时呢 他爸他妈呢都不在身边 然后这个小姑娘啊 就自己天天吃方便 天天吃方便 最后吃的营养不良 厌食事了 你说我一个送外卖的 我把外卖给他送上去 他吃口热乎的那啥样啊 就不能有点爱心吗 怎么就拦着不让我进呢 兄弟兄弟啊 你那啥呢 你先别说 这可能是我的实职 哎呀 我这工作三年了 你说我都不知道园区 住着一个这么特殊的业主 别别别别闹气 别难过 你这样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呀 得了厌世证的女孩 叫倩倩 倩倩 她住哪儿啊 四号楼 三单元 二零一 四号楼 三 因为 听对啊你 我发现点问题 四号楼三单元 二零一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点的是啥 这怎么就还问问呢 她点了 一个肘子 俩鸡排 三个豪华鸡蛋灌饼 等会儿 发现问题了 什么叫三个豪华鸡蛋灌饼 加蛋加铲儿呢 哎呦我叫 就这些还有了吗 这个主食这一块就这样了 那这个喝的呢 点了一瓶大醋 两瓶凉茶 没有了吧 三个环头灌的 行了 啥也别说了 我知道 来 你稍等我一下 我打个电话啊 不是 啥也这样 哎 倩倩呢 你这样 你来一趟我们这个东门 这个保安亭 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说 好事 就老好的事了 你来吧 快来吧 哎 哥 你干啥呢 我给你那个什么 得了厌识证 那个小女孩倩倩打电话呀 你给她打电话干啥呀 自己下来酒呗 什么玩意了你呀 站 我跟你说啊 哥打电话是为了你好 你不用说了 你这五十块钱我给你啊 我自己给她送上去 不不不 上一遍 兄弟兄弟兄弟 干啥 你考虑考虑 是不是 不是你让一个十岁小女孩自己下楼取 卡了碰了咋整 卡了碰了咋整 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这个十岁的小姑娘 她要是卡地上了 我都得心疼地疼不疼 其他问题 这就是一个大小的学习 以为你有什么 成员 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啊 他呢就是你从未蒙面过的 外卖 小小叔叔 你 他就他 就是得了厌食证呢 得厌食证呢 得了厌食证的小姑娘 借借 来吧 互相认识一下吧 无知 听见没听见没 说你无知啊 说你呢 怎么这这说上我了呢 太有意思了啊 来来来 玩的呀啊 咋的了 你说就是为了不让我送外卖到你小区里骑车 找个人糊弄我上张啊 你倒找个像的呀啊 我说 是十岁得了厌食证的小女孩 你给我找一个 暴隐暴食的中年油腻大叔干啥 我是青年油腻大叔 谁呀 那个 腻不腻我先不管啊 那个 我点的东西呢 你点啥了 一个肘子 两个鸡排 来 三个鸡蛋饼 一个大叔 两个凉茶 还有三个 那叫什么 对 罐头 黄桃罐 看着吧 这不明白了吗 你真的是倩倩姑娘吗 我不是倩倩姑娘 我是倩倩大姑娘 哎呀 不是你这逗我玩有意思吗啊 那个 再一个你营养营养不良吗啊 我我我没逗你 你听我说 我我骗你啊 我是小姑娘是假的 但我得厌识证是真的 哎呀我的妈 在我面前说你得厌识证了 你家没秤吗 啊 不称称吗 有 压坏了 哎呀 那个 听我跟你说呀 我不行你一天送外卖 挺辛苦的 还挺枯燥的 我和你互动一家的 我不想跟你互动啊 我的天啊 你说我一天送外卖 你卖我多少活啊 哪有时间跟你互动啊 保安大哥不让我进 不是 还有一个跟我互动的 哎呀 行啊 就不说别的 你小区还有一个订外卖的 我现在我都送不进去 行 我给你打电话 人家下来取啊 别着急 别着急 哎呀你好像啊 哎呀这样 吓唬主意不能这么闹啊 不是 你都不开玩笑 哎呀 我是那个送外卖的 在你这个小区门口呢 让你们这个保安给我拦住了 对还有个跟我互动的 我进不去了 那个麻烦您了 您下来取一下啊 哎哎好嘞哎 就像你跟我闹的 行来行来 我都不知道就啥了 看来笑你别激眼了啥 你看你老激他眼呢 谁呀 哪个保安你让进呢 他 他 他 余小脸他 嘿 这回热闹了啊 哈哈 余小脸余小脸 哎看好了啊 秘密来了 我看你是 是那个坚守那个你的执着呢 还是你选择爱情的你选一个吧 怎么回事啊 余小脸啊 我选择 哈哈哈哈 你给我上一遍 吓死我了你啊 还起个饭你 吓死我了 对吗 老妹啊 是你订的外卖吗 叫谁老妹呢 哈哈哈哈 大姐 是你订的外卖吗 叫谁大姐呢 哈哈哈哈 大姨 谁是你大姨 亲 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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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没事吧 哎呀 哎呀 小脸手劲太大了哥 干什么呀余小脸 我比较 我比较敏感 怎么回事 你给我解释一下 哎呀 就这么回事 我不是不让他进 你说这 咱员区新规定 一切车辆 禁止如内 是不是 我得遵守这个规则呀 我是保安 我得以臣作责 我所有主 我得管他 我没让他进 就没让他给你送 不是 你包使 谁包使 我包使 你包使 他连来都包使 谁包使 不是 不是 小脸 那外卖 就是你不要去我家吃饭 我给你点的吗 哎呦 哎呦 这么错的 不是 这余小脸啊 天经理 这干啥的 这堵这么多人 哦 是这么个事 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 一切车辆禁止进入嘛 然后就是 我就理解一下 就是你刚才说 反正就带骨头都不让进 反正 等等等等 什么二人带骨头都不让进呢 就是带骨头都不让进 我跟你这 这不写得很清楚 一切车辆禁止入 哎 不是我写的是 一切机动车辆禁止入那样 机动俩字呢 啊 哎呦 我天哪 你腰脸啊 谁没腰脸 啊 这是你贴个标语 都贴不明白了 是不是啊 不不不不 对不起啊 这个鞋帮铃运 对不起啊 外卖小哥 没看着有个激动 我这可能太激动了 我呀 把激动整没了 那啥 请你误会误会 哎 兄弟啊 你这是自行车 对不对 对呀 不算机动车辆 来 骑上去 往里走 快送餐去 快点 别耽误事 不用进了 咋的了 取餐 你来了 那个 那个餐在这 一句话挺不到位 就理解不上去啊 我真是高估 你的理解能力了 那个行了 也怪我 那个外卖小哥 实在对不起啊 我真是就是一句话 没逐步到位 帮我你这么长时间 但是你也别怪他啊 那职责所在 你们这都是 为百姓更好的服务 对对对 明白明白 互相理解嘛 是不是 外卖小哥 你一等会儿 那个实在是抱歉啊 我就跟你开了一个 善意的玩笑 其实吧 我就想提前吃一口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那下个别凯了 我不凯了 拿着吧 那行了 那个我那边 还有没送完的呢 我接着去送外卖去了 行 哎呦我天 辛苦了啊 没事 应该的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他整乌龙的 我天 注意安全 没事我快 注意安全 哎呀 那给五星好评啊 哎哎 你小脸啊 哎 这么长时间 我估计我那手这都命上了 没事没事 去我家我家 微波炉给你热一下 等热透不 肯定的 我还吃热 走走走 哎走 笨笨咱一起去吃吧 行 我去吃一口 你不没啥剩什么 你不整我再贴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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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被凉了多吃了啊 哎呀多好啊 你这多和谐 你看 回来呀 又来呀 喂喂 你不是要跟我吃热光碗仓 哈哈哈 applaud